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Baba 疫情期间 我们希望大家都尽量带来家里 不要到处乱跑 可是我们就需要把家里打造的更舒适 甚至可以追剧 看电影 甚至唱卡拉OK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 佳宁华视听工作室 来教大家如何在有限的预算 有限的空间 然后让大家把自己的家里打造成 可以看电影 可以唱卡拉OK的环境 OK Let's go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佳宁华视听工作室 那我一进来这个环境 我觉得它其实打扮得非常的朴素 它就像一般家里的客厅环境一样 一样的沙发 一样的摆饰 甚至连墙壁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装潢 那比较特别就是它采用的设备 是一些我平常没有看过的设备 接下来我们就和佳宁华视听工作室的许总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他这边采用了哪些厉害的设备 感谢各位 我们这里是佳宁华视听工作室 我们这里的设备基本上有两套 那第一套是这边 镜头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佳宁华的云端K歌机 那它搭配的是这个 美国的古力奇的喇叭 美国古力奇喇叭是成立于1946年 有一个德国人叫做PWK先生 他所创立的 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号角 所以它的号角式的喇叭在美国的 家庭剧院或者是电影院使用的范围非常广 在北美有35%以上的市占率 这个是一个相当好的品牌 那我们Fiesta嘉年华跟古力奇搭配起来 声音非常好听 这是我们待会介绍的第一套系统 那我们的第二套系统呢 是这个 Omkyo Integra集团所推出来的 这个是Integra的扩大机 待会呢 我们会来跟各位介绍 这里会我们一样搭配古力奇的喇叭 它可以打造5.1.4家庭剧院系统 声音效果非常的好 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来开始体验 我现在用的可以把它想象就是一个家里的智慧型电视 那你原本的点歌机找人来灌歌那需要版权 透过云端它随时有新歌就会出来 就像我们听Spotify 你不要我的这个手机要找人来帮我加歌 没什么事啊 只要云端那个Spotify有新歌 你的手机的Spotify会有 智慧型电视上面也是一样 唱歌的APP包含全民K歌 包含什么什么什么唱歌的软体 只要远端有新歌它就可以 这就是云端的概念这是第一项 一般的电视下来就是接到我们蓝牙喇叭 或者是Soundbar什么之类的 那它这个是一样光纤下来 但是它有一个EQ 我现在EQ都还没有打开来 我现在要打开来这个EQ给云把你听听看 现在听到的声音只有两个声道 只有这个落地的这个喇叭 型号RP6000F这个喇叭 那这两个为什么一起介绍 因为它里头共用的都是古力奇集团的喇叭 扩大机也变成他们一个集团的 那我们这个又跟它一起在合作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一起介绍给云把 它用的就是这个主声道 来你看 我把K歌机那代的EQ把它调整到 这是看电影的模式 在一样的片段我们再听一遍看看 一般摆在家里头就够用了吧 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Fiesta嘉年华云端K歌机 最厉害的一个功能 叫做人声自动消除的功能 它可以分为三段 一个就是强制消除 另外一个就是不消除 另外一个叫做自动消除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拿起遥控器上头 这个VC按键把它按ON 各位有没有听到 人声就淡化消除掉了 那把它OFF掉 歌声就跑出来了 最厉害的是AUTO这个按键 当麦克风感应到我们唱歌 或者是讲话的时候 它的歌声就会淡化 那我如果不讲话的时候 或不唱歌的时候 歌声就跑出来了 有没有效果非常的明显 好我想问一下许总 如果我们家里买了这台K歌机 如果我想要好一点的声音的话 那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基本上这台Fiesta叫做卡拉巨星Kerastar 它是声音的处理器 那它后面必须要搭配一个扩大机 来推动喇叭 那这个是分开 这是前级 这是后级 也就是说当你家里头已经原本有卡拉OK系统的 你只要把它买就要购置这台卡拉巨星Kerastar这个数位混音机 就可以把你家里的卡拉OK系统升级为云端的K歌机 那如果你家里什么系统都没有呢 那就是我们准备好了前级后级 然后加上喇叭 这样你就可以在家里打造一套可以唱歌听音乐看电影的系统了 这个喇叭很特别 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颗喇叭有什么样特别之处 这个我们事实上呢 我们找了非常多的品牌 因为我们开发Fiesta嘉宁华云端K歌机的这个系统 我们挑了视频上很多的这个品牌来测试 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具备有号角的鼓励器的喇叭 特别适合拿来唱歌听音乐看电影 尤其是唱歌 我们需要一个悠扬的声音 对不对 那这个喇叭它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设计 就是它的号角 就是像我们讲话以前 我们小时候讲话要这样呜起来嘴巴 这可以让声音乐传递的更远更真实 没有错 这叫做有线范围的指向 所以这套喇叭 它就是具备了这个独家专利的号角式设计 那它的效率非常的高 搭配我们的系统唱歌效果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的居家空间呢 如果是不是太大 我们就两个一个Fiesta嘉年华的KeraStar 加上Dynastar这个扩大机 就可以享受这个两个声道的这个效果 那如果你是属于重度的影音爱好者 比如说我想要看电影 想要那种非常刺激震撼的效果的话 我们现场准备了这一台 这个是Integra DRX3.4 最新的这个环绕扩大机 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一台呢 是Integra DRX3.4的环绕扩大机 那各位可能会知道Integra跟OnQ是同一个公司 那Integra是OnQ公司针对北美市场 所推出来的高阶机型 它是特别就是客制化安装所使用的 或者针对他们的客户需要所推出来 比一般的OnQ的扩大机 它的用料等级更高 功能更强大 那今年度呢 这台扩大机得到非常多的奖项 那尤其最受注目的它内建的Dirac Life 这个音场自动校正的一个程序 那Dirac Life是瑞典 有一家公司叫Dirac Research 跟有一个瑞典的某一个大学 一起开发的一个音场校正的城市 像我们卖过的非常多的扩大机 像我们常用的有MCACC啊 或者是YPAO啊 Odyssey啊 很多的这个系统 音场自动校正系统 Integra它特别的呢 它内建的这个Dirac Life 尤其它是全屏版的 从极低频 低频 中频 高频 都可以测试的这个音场校正呢 它取实了这个 透过麦克风 取实了这个声音之后 它会把数据传回他们的总部去 来做计算 然后呢会给你 像我们一般手机就可以看到到 看得到它测量出来的曲线 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它测量出来的曲线呢 这个目标曲线 我们可以针对自己想要的 比如我想要低频多一点 想要高频少一点 或者是中频再浓郁一点 我可以自己拉我们想要的曲线 厉害的地方在这里哦 拉完这个曲线 它一样这个Dirac Life 这个程式呢这个APP 会帮你把你想要的这个参数 再送回去他们的总部 他们的伺服器 帮你计算完之后 回传回来给你 然后呢再送进去这个扩大机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很多的音场 校正的这个程序 这些APP 你只是校正出来拉一拉你的曲线 但是呢空间的驻坡或者是线坡 可能依然还是会发生 这套系统Dirac Life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让你拉完 你想要的目标曲线 然后它还是在跟你的空间做一个相互对应 不会产生驻坡与线坡的这个问题 所以声音效果非常的好 它可以支援5.2.4的这个聚焰系统 我们现场这里装的是5.1.4就是一个重低音 然后总共有五个声道 加上四个天空声道 这个效果非常的好 天空声道是装在天花板上 没有错没有错 天空声道呢就是想像我们在开车 然后的东西从天空上飞机飞越啊 或者在雨堤雨滴落下来 在我们现场都可以体验得到 今天的影片呢 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边 关于声音啊 因为我们的录音设备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完整呈现 所有的音质的效果 所以欢迎大家来嘉陵华试听工作室 来这边亲自体验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 直接找许总 说你是云霸的粉丝介绍的 那现场会有惊喜价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云霸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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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